你怎麼會做到的? 那我以前其實就讀高職 讀新北高工 就以前的海士山高工 後來大學到台科大讀書 然後碩士就到台大 那其實在這過程中我們就會發現 技職體系跟一般體系的學校 資源是很差的 譬如我們技職有技職的選手 譬如我們後面這個機台啊 可能操作然後就去比賽 即使比賽比了第一名 大家想的去比的那第一名的原因呢 不是想要去就業有個好薪水 並不一定是這樣 反而希望透過這個當作一個台階 跳到明星的科大或大學去 那這樣的一個扭曲 其實對於技職的那種學技術的眾生 不管精神或實質面的教學 其實都有很大的扭曲 孩子的實習在實習工程在做什麼? 其實很多國中的老師 甚至國中生的家長 他們是不認識的 今天我在技職學校讀書 那我到業界 到底那個所學跟所用到底差在哪裡? 經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包裝 一個直播節目的包裝 加上我們自己媒體的一個散佈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來 協助大眾來更理解 或更認識或更認同技職這件事情 那基於這樣我們跑到報導過程中就會發現說 怎麼好像只有我們在關心技術 我們希望社會大眾一起關心 因為當社會大眾一起關心的時候 這個議題才會真正的被看見 家人的話一開始其實並沒有這麼支持 我想這是很正常 因為我想我以我媽媽的立場 就說孩子今天讀了台科大 然後又到了台大 你為什麼不去什麼科技業啊 或是哪裡去工作 那為什麼要去做這樣一種 所謂的自由工作者 家人去溝通之後 他們其實就會比較能理解 比較認識 比較能體會 甚至比較能認同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要用非力組織來做 就是要募款嘛 所以說就比較難 所以說就用 Keep Walking的夢想資助計畫 希望來資助這個計畫 對 那當然過程中我申請了 好像第三次還第四次 我有點忘了 申請幾次到不是那麼重要 我覺得我個人現在 因為我剛得獎嘛 所以說我反而會去看待 從可能第一次申請的時候 第二次申請的時候 一直到得獎的時候 這過程我 或是說我們的團隊 技職3.0團隊 對於技職這個議題的想像 有沒有更大更廣 募款是今年2月1號 2017年2月1號才開始 那後來本來一起說 應該不會有人捐吧 這種 後來其實發現 默默的 有些人是捐款的 而且在捐款他留言就說 看你們報導 或說看尾翔報導 其實已經好幾年 感謝你 實質改變了很多 我們孩子的支援啊 經費啊 其實你看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就是你真的去對台灣 這片土地 是一個有一個實質的幫助 那其實看來你就 就比捐款還要讓我想要流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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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